没有安全感是吧 是的 嫌他跟你不合拍是吧 哪些不合拍啊 怎么就不合拍了 就因为我男朋友 他是一个程序员嘛 天天工作就对电脑就行了 感觉就是在人际交往这一块 就不行了 然后性格也是特别那种腼腆 我的性格是特别外向的 然后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性格互补挺好的 现在就是因为性格这一块 发生了很多矛盾 你把这些矛盾给我们说说呗 就说他就是人际交往这一块吧 有一次我带他跟我朋友出去玩 然后我们四个人打牌嘛 然后输了就拿口红在脸上画画 然后因为那次的时候 就他脸上画得比较多了 然后有一次我没偏袒他 然后他就给我生气了 你自己跟主持人说 那是怎么回事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嘛 然后输了就拿那个口红 在脸上画画 然后就是我输了很多次嘛 然后有一个朋友就给我画的时候画了很长的一笔 然后我就说那一笔就算两笔了 因为前面有说一笔画了很长的话就画两笔 然后那个朋友就不肯 然后就对着他说 你说算两笔还是算一笔 然后他说只能算一笔 然后我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他带我和他的朋友玩 他不应该多照顾一点我的感受吗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带他出去玩 朋友当中我照顾他的感受 因为他是我男朋友 其他人照顾别人的感受 因为他是我女朋友 那怎么还怎么玩呀 对吧 而且他当时的话就是不开心 我觉得没问题 咱私下解决嘛 对吧 但是你当天怎样的 就整个脸就拉黑了 大家都感觉出来了 就这个 就没啥 他这个 不 他就你看这是小事吧 他因为这个还跟我说分手了 就是当时 我后面玩完了 我就跟他低声下去了 就说怎么了 就是想和好的意思 但是他就是态度还是很强硬 不给我台阶下 我就一下可能情绪上来了 比较冲动 可能当时就说了分手 他挺可爱的呀 你不是也没分吗 我的脾气是那种 就是过了一夜 我可能就不会去想那么多了 但是后面就是还有一个事 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湖南人嘛 然后我是江西人 他是在我们南昌上大学 然后因为我留在了南昌 然后他总是跟我说就是 他现在一个人住 在这边也没什么朋友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很孤独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一个周六的时候 天气特别好 我就说你别老待在家玩游戏 因为他特别宅 特别喜欢玩游戏嘛 我说你出去打打篮球交交朋友